那么明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花莲举办 而县议会教育小组是为了了解目前各场地的更新工程 考察了网球场、田径场、游泳池以及各项即将发包的工程 也呼吁承办单位要注意选手的权益 以及相关硬体设施的使用安全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明年即将在花莲举办 为了了解目前各场馆的更新工程精度 花莲举议会教育小组7日上午逐一欠递考察 那其中最重要就是我们会针对这一个工与球场的部分 加盖薄膜的目的 然后我们另外针对现有的厕所 进行里面的内装还有外观整个拉皮 里面设备的翻新 对于工程的发包以及预算的编列 教育小组成员都相当支持 花莲举办全国性的运动赛事 但是对于相关场馆的硬体设施 是否符合国籍标准 议员们也都相当关切 明年的全中运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一些场馆因为有一些硬体设施的部分 还有一些钢铁涨价的部分 有一些这个可能工期 所以又会比较吃紧 那希望他们这个教育处 还有这个因为这次教育处 也是委托这个建设处来协助发包处理 那希望能够工程精度能够加紧脚步 能够应应我们这个全中运 四月份的全中运 那最重要的是三月份就开始在预赛了 所以也可能所有的 所有的工期在三月以前就要能够完成这样子 那那个希望这我们这次这个 特别经过这个来来做这个考察 那希望每一个选手 那来到花莲就能够有这个非常优质的场地 能够来 那一份除了好山好水之外 我们也好的设施 然后给他们大家都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先议员魏家宴才艺进也都提出 硬体设施必须符合国际规伴 尤其场地环境的安全都必须注意 避免选手受伤而影响排名 刚刚家宴也给了很多的意见 给教育处跟建设处这边来做一些改善 那包括我们的田径场这边 包括排水 跑道的排水设施 希望可能之后 我们比赛完毕之后 给民众使用 或是给学生使用的时候 或是自己办的一些赛事 能够尽量来使用长久一点 因为如果只要一旦PU跑道 没有做排水设施 或者是排水设施不够坚强的话 可能容易造成操场 然后它可能很容易造成操场的损坏积水 那刚刚在游泳池这边 也跟处长跟我们的施工单位有反映说 包括我们的游泳池的梯面 看能不能加宽 然后包括防滑的设施 以及厕所的灯 都需要再做一些改善 那也希望他们做一些调整 那三月就要比赛了 我们也希望说 教育处这边跟建设处这边赶紧来赶工 然后让明年有个完整的场馆 可以让选手们来尽情的来花莲这边比赛 那其实刚才在游泳场地的部分 特别是有针对 因为我们的在原先的规划 我们的比赛的赛道有缩短 那我是认为是要特别的注意在选手 因为目前选手的很多的赛事就是比较少 那选手在比赛的当中 希望就是我们的设施设备 是可以符合这个国际的认证的标准 那他们的 不要让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顾虑到的话 造成他们的成绩上面受到影响 这样子 那所有这一点是 我觉得是特别在游泳池这边所提到 那各项的场馆的部分 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施工的期程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9月份了 那明年就要 明年初就要比赛了 那希望我们在各个的发包的工程上面 也可以有厂商踊跃的来投标 然后让我们的运动的场馆 可以很顺利的建制完成 今年花莲县代表队参加云林县 全中运的队支援 涵盖选手以及教练 总共有484人 对明年花莲县政府将承办 全国运动赛事 教育小组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与期待 不过也希望能够做好 相关硬体设施的安全把关 让选手们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 创下自己最佳的成绩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